由郭德纲 岳云鹏 罗文 爱金森 小斐 艾伦等主演的电影《欢乐喜剧人》 于3月19日在北京举行首映礼 影片主演郭德纲 张小斐 潘彬龙 张泰维 陈国坤等主创亮相现场 摊集在电影中出演的角色 郭德纲是大道苦水 看戏的时候 观众看我演戏容易 容易跳戏 以往后跟人家动画拍拍 观众都出戏 所以我就说 我说现在别演了 结果好几个戏都找我 戏断了 每个戏都有一个捏脚的画面 我就都被吹了 后来 潘总他们找我 说喝得起来 其实一个月都必须要来 咱们自己的戏 我说好吧 我说戏不完没想到 来了告诉我 要捏脚 你们从哪看出来 我有独聊的天分啊 所以觉得没试过 但是还挺好玩的 挺好玩 瞧好玩的 导演设计的 这瞧感也挺好 以后就是一个专业的念脚 在衣服家吧 正说着 汉豆先生罗文艾金森突然从观众席中现身 引来现场 振振奸笑 随后主创现场为罗文艾金森补过了生日 甚至还教汉豆先生学起了快把 在电影里 你知道怎么做的 对 你知道怎么做的吗 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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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带着 哎呀 去西 电影《欢乐喜剧人》即将于3月24日登陆全国院线 苦力娱乐 北京报道